明语法律事务所在今天正式开幕 林诗明律师希望可以运用自己20年的精力 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并且更加的运用同理心 那现在我们一起去热闹的现场看看吧 2022年2月13号礼拜天上午 位在台中地方法院对面的明语法律事务所 正式热热闹闹的开幕 担任法官将近20年的林诗明律师 去年8月才从台中地方法院劳工庭长 转任律师工作 还不到50岁可以说是年轻积极善良 又有慈悲心跟服务热忱的林诗明说 他离开很多人都向往的法官工作 跟着伙伴吕宗化成立律师事务所 就是想以多年来的法律经验 寻求关怀更多人的管道 帮助在司法中彷徨的普罗大众 我在法院工作了将近20年 一直期望能够从公益形式进而到慈爱待人 但是我一直觉得在法院的工作里面 我对人的关心都局限在我的案件里面 我会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的框架再打破 把我的身份枷锁拿开 把我的慈爱推给更多人 林诗明律师说 司法官跟律师的位置跟立场不同 因为不管是检察官跟法官 面对的都是经过筛选的案件 往往会有对立或冲突 律师反而更能够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来思考 有时候也会变成民众发泄不满的对象 所以林诗明才深深觉得 法律诉讼追求的是解决问题 不是制造更多的仇恨和更多的问题 就是林诗明慈悲跟袁荣的待人处事原则 带来很多的掌声跟肯定 尤其市民庭长之前在劳工庭担任庭长 处理劳工事务 这个跟市府很多劳工的政策 劳资的和谐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 庭长被我们司法界付出 而市民庭长这一次下来当律师 其实也是整个也是说台中市民的福气 林诗明也强调 面对后疫情时代跟网络媒体的趋势 他已经有发展自媒体跟线上审讯的规划 希望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协助弱势民众甚至是偏乡的原住民 找到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方法 落实公平正义 创造更加和谐繁荣的家庭社会 记者李嘉金 萧朝全 台中报导 请订阅一下